历史两年多谈判 驻新代表谢发达 与新加坡驻台代表余文豪 在11月7日共同签署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ASTIVE 这是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 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 不仅开创历史新业 更是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打造台湾迈向自由经济岛的重要一步 我们跟美国在今年3月 恢复了贸易投资架构协议 TIFA的协商 前两年跟日本签了投资的协议 美国是我们第三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我们第二大贸易伙伴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7月间跟纽西兰 签了经济合作协议 叫ANSTAC 然后跟新加坡的经济伙伴协议 也在最后的阶段 所以我们很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发展 把台湾跟区域经济整合 能够结合起来 行政院长江一化表示 深化与国际社会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是政府努力打拼的目标 签署经贸协定 让其他国家对台湾更有信心 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 充分展现了我国 落实经贸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决心 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宣示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愿意与其他经济伙伴 签署类似的协议 并且积极地参与 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对台湾具有指标性意义 是我国第一个 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的 东南亚国家 除了加速台湾贸易开放外 外交部表示 更为争取加入TPP 及RCEP组织 创造有利条件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也可以为我国加入TPP 跟RCEP创造有利的条件 RCEP实现高标准的 自由化承诺 双方在服务贸易市场 更高于WTO开放范围 在综合工程 电信服务业等领域 进一步开放 待协定生效 并执行15年期满后 对台湾经济有明显注意 可以强化台新的 这个经贸的关系 可以出现台新的 企业的结盟 以及建立台新的 对话的机制 我国总体的实质GDP 会增加7.01亿美元 总纪役人数 估计可以增加6154人 台湾与新加坡邦誼友好 双边关系紧密 亏味多年 为踏上台湾土地的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在2011年3月访问台湾 与马总统会面时 特别称赞马总统 搁置两岸争议 强化和平发展的成就 此外台新经贸关系 也是非常密切 新加坡是我国 第五大贸易伙伴 第四大出口市场 而台湾是新加坡的 第八大贸易伙伴 第十大出口国 为了更进一步 强化贸易往来 从2010年8月5日 进行可行性探讨 并在2011年 启动第一及第二回合 谈判会议 在谈判团队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下 终于圆满达成使命 开创台湾经济活路 马总统强的是外交活路 但是活路外交 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个 活路的经济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共17章 议题涵盖广泛 包括货品贸易 原产地规则 官物程序 动植物防疫检疫 及卫生检验措施等 新加坡贸公布表示 台新经贸关系将更紧密 并肯定这一项高品质的FTA 大概会超过99%的货品 都是零关税 双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一般说 超过90%的FTA 就是可以称为一个 叫做高品质的FTA 新加坡高度自由化 关税低 学者分析 签署经济协定后 对台湾产业有正面帮助 台湾的产业 包括机体电路 半导体 运输物流 甚至说台湾现在 想积极要推的一些 这些生化的药品等等 双方可以继续去扩大 合作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产业 新加坡台商以及企业 对双方加深经贸合作 也予以正面肯定 认为更自由化 会带来更大商机 加泰地区是整个世界经济 接下来发展的火车头 新加坡台湾都可以接着 这一次FTA的签署 在这个区域经济的整合过程中 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我期待新加坡台湾的商家们 跟各界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深化我们的合作关系 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台湾 能够寻找到一些 好的品牌 好的产品 那么通过两地商家的合作 把他们带到 通过新加坡 带到这个具有六亿人口的亚西安市场 台湾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航运中心 所以ASTEP的签署 可以让两地航运界 有更密切的合作 新加坡跟台湾的 相方的双方的贸易 会做得更密切 使到双方的一些贸易 就没有障碍 对新加坡是非常 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平台 让新加坡的食品业能够在台湾 有一个新的落脚的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我希望那些新加坡能够赢得到这些 而且在同时 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市场 给我们的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市场 特别是东南亚的台商 有一个强烈的回台投资的意愿 新加坡与台湾有深厚的经贸关系 ASTEP的签署能够加深 两国在亚太地区 门户的地位结合 这个对于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绝对是大家期待已久 非常令人鼓舞的消息 今年与纽西兰及新加坡 前属经贸协定 台湾正以前所未有的脚步 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连接亚太部局全球 以步步向黄金前景前进